好了 第二組出來是 爭取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一樣 第一位我來出題 妮雅倫 妮艾瑪 好 準備 預備 九九成發表 六七 十二 二八 十六 要繼續出題 她是 因為她是這個 從小沒有背過她的 對 剛剛算講過來好不好 讓你瑕疵一點點好了 瑕疵一點點 好不好 現在從她直接出題 好 可以了 可以再一次出題 好 妮雅倫 準備出題 預備 開始 九九成發表 四八 算了 算了 我覺得 什麼叫算了 我不是啊 這個遊戲 真的 再見 謝謝 四八 算了 可以從您出題 預備 開始 九九成發表 七四 二十八 一九 八十一 一二 二二 三五 四 三五十五 來 妍妍 來 乖 不要陪我了 來吧 順位 妳出題 好大喔 來 準備 預備 開始 九九成發表 四七 二十八 九九 三十一 七六 十六 七五 三十五 五二 十三 十八 三六 十... 好苦喔 為什麼你們這對母女 都會死在三六十八 可是我覺得 站在那邊好恐怖 李祖霖 布林找你們幫你們去欺掌一下 好感動喔 耶 好 李祖霖跟布林 兩人來進行他們的九龍科 鼓勵賽就位 李祖霖 您同學 是的 台灣藝術學院國劇系 是 布林小朋友 聽說本姓林 是康喬國際學校九年級 對 在八天就開學 在八天就開學 為什麼表情要這麼惆悵 因為上課很累 就是暑假過得太開心 每天都躺在你家裡 上課就是每天早上六點 要提早 太累了 累 你們現在只有四分鐘的答題 好 OK的 準備看一下你們母女娘的題目 好 來 請公布 好了 布林來囉 第一題從哪邊開始 選什麼 五歲金錢關 能有什麼金錢關 請出題 第一題 請問根據實驗結果 若跟別人談到錢 或是接觸與錢相關的事情 我們的身體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A 覺得身體變冷 B 精神覺得緊張 C 口語能力提高 妳覺得 感覺口語 但我因為我直覺不太主 因為妳要說服我 我說服不了妳 那這才重點嘛 那可是我覺得 妳每次跟我講錢的時候 我會封肝的 真的 就我跟妳講有很多錯的 三分三十秒 好 我們的答案是 A 覺得 聊到前身體會突然變冷 媽媽會啦 毛骨悚然 真的 這是身體冷還是心寒啊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她的口語能力其實很好 從小就很好 真的 所以她很能夠 說服爸爸跟我 某些事情 但是每次在說服的時候 我要開始賺腦筋 怎麼樣去反 說服她 不要做這件事情 這時候妳就開始有 失溫的現象嗎 對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妳覺得媽媽 有這個現象嗎 我覺得一定有 因為有時候要求的東西 如果價格比較高的話 她會突然間就是說 讓我還一下 等一下 對 什麼樣的價錢算夠 一千塊 超過一千塊 對 妳會買什麼超過一千塊的購 就是有時候 生日禮物就會想要 比較大一點的東西 生日禮物 比較貴耳環或什麼的 然後她就會說 讓我想正 對 女生長大就會開始想一些 有的沒的 讓自己更像女生 對 尤其青少女 我覺得更會 就讓自己少熟 對 不要讓妳覺得我是小孩子 她今天來節目 她只在乎 拍得漂不漂亮 對 我在乎我上線 好不好看 所以我其實已經 自己就是不要露牙笑 然後不要遮嘴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很醜 然後我同學會截圖 所以不行 有自信 就是最美的 對啊 對不對 而且能上到這個節目來 就已經是 最美好的事情 真的 真美好 她接話接太緊 我就覺得她不誠懇 沒關係 不要跟她截腳 截腳 截腳 然後去的國外研究 我就發現當我們接觸到 跟錢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不僅會被擠一輛 而且會打從內心發寒 甚至體感的那種感受上面 也很明顯 他們就找了一些人 在同樣一個空間裡頭 有一些人是就是坐在那邊 而另外一群人是拿了一個罐子 然後裡頭有裝了一些錢 叫她數那個罐子裡頭 有幾張鈔票 結果有摸到錢 在數錢的這一群人 他們會覺得 這個空間裡頭滿冷的 而另外呢 他們還做另外一個實驗 是拿了一杯水給人家拿著 然後在拿著的當下呢 突然轉移話題 聊到錢方面的事情 他會突然覺得 那一杯水的溫度變高了 因為他的體溫降低 摸到那個水感覺變熱 來吧 第二題 我覺得我教養過程中 我最在意的是說謊 我選這個 謝謝 兒童心理學指出 父母常用什麼管教說詞 可能會降低兒童對父母的信任 長大之後更易說謊 A 你怎麼這麼笨啊 B 同件事情是要講幾次 C 再不聽話我就不要你了 什麼管教說詞 會降低兒童對父母的信任 C 因為媽媽從來不會講這一句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的答案是C 索妮 妳覺得這句話會讓妳更容易說謊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 很容易造成就是心裡的陰影 因為如果小時候被說什麼 再不聽話的話就不要你了 那他可能就會就是雖然會聽話 但就不會跟父母那麼親 再不聽話我就不要你了 你聽得不會有感覺嗎 他好像沒聽過嘛 我沒聽過啊 如果你聽到 有一天他們這樣講 你會不會難過 只要手機可以跟他旁邊 那就還好 對 我是說他只會聽到 再不聽話就不要你玩手機 你看 整個表情都變了 有感覺了啦 這樣就 這樣比較有感覺 王靖淵 你 雖然是夠坦率的 不是夠坦率的 什麼樣的話是父母親 盡量要少說 可以這樣不要說 是這一句嗎 請借腳 其實這是要提醒爸爸媽媽 在管教小朋友的時候呢 不要輕易地使用白色謊言 就是呢 如果你可能也是會用這樣的方式說 你再這樣的話我就不要你了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常常爸爸媽媽為了要快速達到 某一種成效 就會跟小孩子說 你只要乖乖的 聖誕老公公會送你禮物喔 或者是你現在不要哭 我等一下買冰淇淋給你吃 但是只要你沒有做到 就會讓小孩覺得你沒有信用 他以後也會變成一個 比較容易會說謊沒有信用的人 來 第三題 關鍵性的第三題 我覺得十四歲當對 好啊 請助理 韓國團體BLACKPINK成員 曾經表示 誰是團體裡頭最喜歡買廢物 沒有用途東西的人 A Jenny B Lisa Z G45 誰 Lisa 我們的答案是Lisa 真的 真的不知道 他在上謊還在講的時候 他就說Lisa Lisa 肯定是Lisa 真的 你怎麼知道 沒有 他等一下錯了之後 就會很尷尬 不會 Uncle問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就是我之前會常常看他們的 之前有一個什麼BLACKPINK HOUSE 然後就裡面就會常常說 他們出去玩 然後就是Lisa會看到一堆東西 然後就說 這好可愛 這好想要 但Jenny就會一直說 算了 這很醜 然後呢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應該是Lisa吧 因為其實Jesu是 就團隊裡面 像大姐一樣的人 所以他一定不會就是買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肯定就是Lisa 是不是Lisa 謝謝 妳可以講 我沒有很放棄 妳沒有很放棄 拜託喔 第三題喔 好啊 裝了半天 接下來是Jenny啦 然後他們呢 BLACKPINK在一次接受訪成的時候 就在裡頭 大家都一直公認 他就會買廢物 同時呢 就是Jenny身材很好喔 可是呢 在這個訪談裡頭 也有提到說 他不是用節食或不健康的方式 來減重 而是他非常熱愛做皮拉提斯 同時他的偶像呢 是雷哈娜 當初他去YG娛樂試鏡的時候呢 唱的就是雷哈娜的TECK BOW 非常可惜 兩分四十五秒 還一堆時間在那了 對啊 好可惜喔 我都幫妳先記著 所以妳們今天必須空手回家 沒關係 看看下一組的全文革攻略賽 全民心動略模範生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